我是个恶毒的女人,京城很多人都这么说,说我为了攀附权贵,将心有所属的妹妹送进了皇宫,说我为了霸占家财,逼得弟弟从书院退学,沙场求活,后来他们都功成名就了,而我病死寒瑶,重来一世,我决定袖手旁观,他们爱嫁穷书生嫁穷书生去,爱混日子的混日子去,什么振兴门眉,什么长姐如母,我不干了。 母亲病了,病得很严重,白大夫叹了一口气,写下药方,我吩咐婢女下去抓药,然后送她出门,白大夫,我母亲这病还能治愈吗?她面露同情,许大姑娘,数老朽直言,令辞如今已是病入膏肓,身后事您该准备起来了,我沉默无言,上一世也是在请白大夫看完病后的第三天清晨,母亲去世了,只不过当时我并没有问过她, 这番话,以至于母亲去世,弟弟妹妹转过头来责怪我没有照顾好母亲,这一次由老管家作证,自然就还了我清白,回到房间的时候,母亲刚刚喝完药,她虚弱的鞋靠在枕头上,呼吸微弱,面无血色,半眯着眼,母亲,今日可好些了。 阿素,我梦见你父亲了,她说她一个人在下面寂寞得很,都没个说话的人,我感觉,我的日子不多了,三年前父亲意外去世,母亲自此,抑郁成疾。 母亲,母亲,别说这些丧气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安慰她,她摇摇头,这一次,我是熬不过去了,阿素,你是长姐,长姐如母,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姚姚和成辉,要督促他们上进,光要许家的门楣,成辉是个男儿,日后未官作载,自有她的去处,为娘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姚姚,她天真无邪,单纯娇憨, 你日后要多让着她歇,照顾好她,替她选个好郎君,母亲苦口婆心地念叨着她的小女儿和小儿子,半点没提及我,娘,我回来了,你看我这身衣裙,漂亮不?门外传来一阵娇俏的声音,妹妹许瑶一身红裙跑了进来,兴奋地扑进母亲的怀里,漂亮,我们家姚姚啊,是漂亮的姑娘了,母亲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满是宠溺, 我这不是传承了娘的美貌吗?娘当年是京城有名的大美人儿,我这做女儿的自然也就女成母貌,楚楚动人了,许瑶得意地扬起脸,就像一只骄傲的小孔雀,转而又嘟着小嘴,不满地抱怨,娘,本来今日的游胡会,我才该是拔得头筹的,就因为阿姐不给我买那套绿宝石的头面,害得我被刘家姑娘抢了风头去,娘,你不知道,我有多伤心? 母亲责备地看向我,母亲,摇摇看重的那套头面实在昂贵,要五万两银子,今年江南的绸缎涨价了,货船的费用也涨了,马上就要攻宫里的货,要预留出现银备货,又要打电宫里,家里钱才吃紧,妹妹的首饰头面也不少,我如上师一般解释,心中却了然会得到的回答, 咱们许家哪里就缺几万两银子了,母亲打断了我的话,用责备的眼神盯着我,摇摇还小,姑娘爱翘有个什么错呢?你是做长姐的,要让她,要多照顾她,明日便把那套头面买了吧。 我心中忍不住冷笑,却仍面不改色地点点头,许瑶又是一番撒娇卖乖,逗得母亲喜笑颜开,我看着她们母女其乐融融的画面,只觉得格格不入,我为家里的生意,为母亲的病情忙到脚步着地,夜不能寐,妹妹却能自由自在地去饭舟游壶,母亲只晓得要让我满足她的需求,却不理解,为了这五万两银子的利润,她的长女要劳心劳力, 精打细算多久,母亲睡下后,我和许瑶同行回院子,阿姐,对不起,我不是要故意和娘告状的,我没想到娘会责备你,许瑶低头望着脚尖,小声道歉,我是你阿姐,怎么会怪你呢? 我笑得温柔,从小就是这样,只要我不答应她什么事,她转头就和父母撒娇,我对她不好,然后我就会被责备,父母就会勒令我补偿她,接着她又会撒娇卖乖地和我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的,阿姐,我就知道你最好了,你就是全地精最温柔大放的阿姐了, 有你这样的长姐,真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许瑶眉开眼笑,拉住我的手撒娇,甜言蜜语,不要钱般地往外抛,我只是温和地笑着,是啊,又是血脉至亲,又是异母同胞,又自小被教育要谦让乖巧,若非重来一世,知道未来种种,我又怎么会不喜欢这样可爱娇憨的妹妹呢? 但是现在,那个为了弟妹掏心掏肺,付出一切的许素,早已经死了,死在了上辈子那个寒冷的冬夜,她是被她飞黄腾达,的亲弟亲妹驱赶出京,流落寒瑶,活生生冻死的,生前前夫所指,死后背负骂名,无人为她辩驳半句,重活一世,这一次,我只想袖手旁观,瑶瑶,你怎么会看中了绿宝石的头面? 我故作好奇地开口,她脸上闪过一丝娇羞,阿姐,我告诉你,你可别和阿娘说,主要是魏公子,她说我生得明艳活泼,又洗着颜丽红裙,如果再配上绿色的头面,就显得娇俏清新,如出水芙蓉,凌波仙子,魏成章,魏公子,一个为了出人头地,不择手段的穷书生,她俩一见钟情,上辈子我看出了这穷书生的卑劣秉性, 于是拆散了他们,后面,许瑶因为圣旨不得不进宫,但却恨上了我,她觉得是我为了攀龙赴凤,棒打鸳鸯,被我扶持成了皇后,转头报复我,而魏成章,陆朝为官后,想方设法刁难于我,你可是喜欢上那位公子了, 许瑶羞涩地点点头,既然喜欢,那就勇敢地去追吧,这辈子,我当然要成全他们,可是阿姐,她家并不富裕,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只要她对你好,才学好,穷一些有什么关系呢? 许家最不缺的就是钱,日后阿姐还能少了你的陪嫁不成,我也这么觉得,咱们家虽说是皇商,但说穿了,也就是商骨末流,比不得书香门第轻贵,日后嫁给魏公子,等她入朝为官,我也就是告命夫人,那才叫真正的风光呢, 许瑶一脸赞同,我又和她说起母亲的病情,怎么会这么严重,许瑶大惊失色,阿姐,你怎么照顾娘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白大夫说的,当时管家何伯也在场,我哽咽着,故作悲痛,成辉那边,我已经让人去书院喊她了,你也有个心理准备,千万别在母亲面前说漏嘴,第二天下午,弟弟许成辉归来,同样的张口, 就怪我没照顾好母亲,她打扮得很正经,可我还是从她身上闻到了脂粉味,家里人都以为她在书院苦读,其实,我这个弟弟,早已成了烟花巷的常客,母亲已到了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围在她的床边,她先是告诉我们要相互扶持,光要门眉,又叮嘱我,要打理好家中的生意,照顾好弟妹,母亲叙叙叨叨地说了很多话,咳得厉害, 柳嬷嬷走了进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少年郎,夫人,周公子来了,少年郎周静松是客居在我们家的远方表亲,也是我的未婚夫,嗨嗨,嗨嗨,好,侄儿,你过来,母亲招呼周静松,今日表婶请你来,是想解除你和阿素的婚约,满堂寂静,我心中一片悲凉,这一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上辈子,母亲也是这么做的,表婶,可是小侄有什么不周之处,周静松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好侄儿,不是你的错,是我命不久矣,日后阿素既要操持家中生意,抛头露面,又要为我守孝,耽误年岁,所以我想着你们的婚约不弱就解除了吧,母亲说得委婉, 但却是不容商榷地决绝,还有一个理由他没说,那就是我若是嫁了人,如何一心一意地照顾弟妹呢,上辈子,就是这样,为了他们,为了许家,解除婚约后我终生未嫁,可表婶,小侄并不在意素表妹抛头露面,也愿意等素表妹出笑,周静松挣扎,是啊,阿娘,表哥他,对上周静松期待的眼神,我也忍不住开口,够了,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嫁之事有你个姑娘插嘴的份儿吗,若耽误了你表兄,你要为娘死后如何在九泉之下面对她父母,你要让为娘死不瞑目吗,哪一个做女儿的能让父母死不瞑目呢,母亲这是用道义和名分压我,一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是几乎在斥责我的不知廉耻,是啊,阿姐,你就听娘的吧,妹妹附和,礼继有缘, 孝子之养也,乐其心,不为其志向,长姐,为人之女者,最重要的是孝顺,你这是忤逆阿娘吗,弟弟指责 我和周静松最终在那纸解约书上签下了名字,我送周静松出门,夜风微凉,寒缠妻妾,我们并排走在花园的小路上 表妹,对不起,是我,不,表哥,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我摇摇头,笑得苦涩,表哥,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君子,终究是我福伯,佩不得你,这东西你收着吧 我取出一封推荐信递给周静松,这是我请国子鉴继久孔大人写的,举荐周静松拜入大儒,庄义先生的门下 表哥,拿着他好好和庄义先生读书去吧,五年后再步入考场 我叮嘱,小皇帝自登基后,就听信文臣建议消翻,已经逼死了好几位藩王叔叔,如今朝堂内外是风声鹤唳,四年后,束手北地的燕王沈律会举兵谋反,燕王的大军所向披靡,朝廷军会节节溃败,甚至被迫迁都 上一世,是我联合一众皇商,花费巨资,从北狄重金购买粮草和骏马,助力朝廷重新组建军队,又经历了漫长的拉锯战,朝廷才堪堪惨胜 表妹,你这是要与我生分吗?周静松声音苦涩,以为我是在弥补他 不,表哥,我是希望你能过得更好,终究是你我人为言轻,身不由己罢了 若现在你是官员,只怕我母亲恨不得上赶着催你我成婚呢 好让你提携阿瑶和成辉,我这位母亲啊,最是计较得失,最是想方设法地替他的那双小儿女打算 素表妹,我愿意等你,表哥,你值得比我更好的人 周静松是纪约风光的君子,而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他自败入庄义先生门下,会得庄义先生看重,将女儿许配给他 那才是他举案其媒的良人,上一世就是这样的 今生,我不过是将这样一切提前罢了 母亲在睡梦中逝去,我操办完母亲的丧事 头期结束后,周静松离开了许家 我拿出家财,当着宗亲的面分割给弟妹 阿姐,怎么会这么多,阿姐,怎么会现在就分家财 承诺的地契,房契,银票,一箱箱的珠宝,古董,字画 许瑶和许承辉面面相去,不可思议 这些钱财,总是要交到你们手里的 不过是早晚罢了,我笑得温婉和善 上一世,我担心他们有钱会大肆挥霍 最后,他们却疑心我贪莫家财 这一世,我干脆把东西提前全拿出来 毕竟妹妹有了钱,才能更好地资助穷书生 弟弟有了钱,才能更好地流连风月炒 其实,这点家产不值一提 如今我利用先知先觉私下赚的钱 早已超过许家数倍,那些才是我的立身之本 如我所料,接下来,许瑶直接买了许多名贵字画 暗中送给魏成章 许成辉归去书院后,直接包下了两位当红花魁 引得同窗则舌 我不嫌不淡地打理着家里的生意 暗中却让人买了大批的粮草 军械,医药送往北地 因为燕王和北敌,今年冬天会爆发大战 今世,我要这位谋朝篡位的逆贼胜利 我要借她的手报仇学恨 守校的日子波澜不惊 许瑶和书生继续暗度陈仓 打得火热 虽然因为守校的缘故,不能出门交际 但私下的书信往来却没断过 许瑶源源不断地给她送各种礼物 名贵的笔墨只艳 珍惜地自画配饰 她回报以许瑶一封封甜言蜜语 逗得她满脸娇羞 许瑶在我面前 不止一次地炫耀魏郎对她的真心 期待着出校后就谈婚论嫁 许承辉那边 拿了钱财后 就直接在书院外买了一座豪宅 将喜欢的花魁赎了身 进屋藏娇 至于书院 她不过是去点卯而已 她以为我不知道 却不知她身边的仆役 本就是我的人 母亲生前最疼爱的两个儿女 在校期就迫不及待地 风花雪月 细细想来 真是无比讽刺 我和燕王也频繁接触 在接受了我送过去的 第一批物资之后 我们就通过书信 达成了合作意向 接下来的时间 我没少给她送钱送物 如今朝廷为了消翻 想方设法 克扣燕王的军需物资 她手下的人马 日子并不好过 全因为有了我的资助 才能衣食无忧 燕王也投桃报李 在我表示缺人之后 主动送了几位 武艺高强的暗卫过来 一些在战场上 受伤退下来的老兵 也被燕王送到了我这里 我将他们全部 编入了商队之中 我与沈绿这位狼子野心的藩王 虽未谋面 却彼此颇有默契 许瑶沉浸于热恋的甜蜜 满心满眼地幻想着未来的婚姻 却不知风暴将至 出校后的第三天 府里刚刚撤下白帆 宫里就传出了圣旨 命令许瑶参加秋季的选秀 因为北迪这几年 一直不消停 边关暂时还离不开燕王 所以他避免了上一轮的削翻 但是朝廷并没有放弃的意思 顾忌燕王 兵强马壮 所以这一次的选秀 小皇帝会选择大量的富商 武将之女充实后宫 以此来拉拢朝臣 组建军队以防万一 上辈子我就是在这时候 发现了许瑶和魏成章的私情 拆散了准备私奔的他们 然后许瑶被选秀入宫 成为了结余 之后数年 我想方设法为他出钱出力 在他一次次得罪人后 替他善后 在我的运作下 他得到了皇后的庇佑 圣券加身 战乱迁都皇后世事后 他又成为季后 可许瑶却并不领情 他认为是我拆散了他和魏成章 是我为了攀龙复凤 才将他送进宫里 所以后来他成为皇后 大权在握 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他的亲姐姐贬折出京 已经成为将军的许成辉 对这一切视若无睹 他当初疏忽学业 豢养外事的事情 被我发现后 我勒令他从书院退学 投身行武 我替他打电好一切 让上官关照他 助他步步高升 保他性命无忧 可许成辉却认为 我贪图家财 想让他死在战场上 明知我是被冤枉的皇帝 寄予我在评判中 展现出的财力 选择听之认之 接着将许家家财 收归国有 那些曾与我交好的官家夫人们 那些得到过我帮助的富商豪客们 也迫不及待地瓜分起我的产业 我满腔愤恨 只觉天下人都负我 他们每个人 都是我要复仇的人 阿姐 我不要选秀 我不要进宫 我只要嫁给魏郎 传指的宦官刚走 许瑶就拉着我哭哭啼啼 阿姐 你帮我跟魏郎订婚 好不好 有了婚约 我肯定不用参加选秀了 阿瑶 你太天真了 这圣旨记下 就算是有婚约 也逃不开 我一针见血 无情地戳破她的幻想 如今距离秋季选秀 不过两月 至于结婚 肯定来不及 而且魏公子 若知道你是代选之身 也未必敢娶你 真的没办法了吗 阿姐 我就是上吊了 拿剪刀抹脖子了 我也不要选秀 你答应了娘 要好好照顾我 阿姐 你想让娘 九泉之下 都不得安宁吗 许瑶哭得越发厉害 却并不影响 她拿已经过世的母亲 来威胁我 我的这位好妹妹 只顾自己的一己之私 丝毫不想违逆圣旨 许家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但这就是她的本性 我并不奇怪 我轻描淡写地开了口 除非你身怀有孕 已非完毕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认为自己 是一个恶毒的女人 可那又如何 我用一辈子 做了一个好人 最终下场 却是众叛亲离 冻死寒瑶 如今 就让我看看 做个坏人 我会得到什么报应吧 许瑶眼中 迸发出激动的光芒 未婚先孕 这是唯一的办法 阿瑶 只要你豁得出去 剩下的我来处理 我目光温柔 声音蛊惑 你的时间不多了 你得趁着魏公子 还不知道选秀的 消息前动作 当日夜里 许瑶打扮得花枝招展 去客栈见卫成章去了 直到次日天明 她才步履蹒跚地回来 一个月后 她诊出了怀孕的消息 我将此事上书内务府告罪 又走通了皇后母家的路子 将皇商名头 让给了皇后的表弟 花费大笔银子 四处打电 终于从选秀名单上 抹去了许瑶的名字 至此 许家沦为寻常商骨 家财散尽 产业凋零 再没有让人寄予的本钱 许瑶将这一切 看着眼里 可却始终装聋作哑 只以养胎为名 安心躲在房里 秀嫁衣 直到尘埃落定 才出门 阿姐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 付出那么多钱财 打电 论理 我也是该出钱的 可是 阿姐 我以后要和卫郎过日子 又比不得阿姐你 经营有道 阿姐 对不起 阿姐 你不要怪我好不好 出价前 她拉住我的手 哭得情真意切 你是我的妹妹 我怎么会怪你呢 只要你过得好 我就是开心的 我甚至是真心地 在安慰她 毕竟背负着 未婚先孕的名声 她已是声名扫地 而有了这么个 声名狼藉的妻子 日后 魏成章 也将不容于 那些看重名声的 清流文官 想要入室 就只能走 魅上阅君 的宠臣之路了 如今 许瑶手里有钱 魏成章 当然不敢做什么 可等钱越来越少呢 软刀子杀人才会更疼 为了品尝复仇的 美好滋味 几句漂亮话而已 有什么说不得的 许成辉则怪我 没管好许瑶 宗族斥责我 败光了祖产 于是 许瑶出嫁后 不久 我决定跟随商队北上 去收购一些 燕北的皮毛山货 重振家业 当然 这只是表面 实则 我要去北地见燕王 离开的那一日 许瑶说要养胎 没来送我 许成辉说要读书 也没来送我 意料之中 这两个东西的 无情无义 只会不断燃烧 我想要报复的怒火 跟随着商队 走了两个月 我终于来到了燕地 见到了那位 传说中的燕王 燕地自入秋以来 天黑的就很早 我抵达军营的时候 虽然只是卯时 却已经是夜幕降临 满天星斗 轿场上 燃起了熊熊篝火堆 杀猪载羊 美酒成烈 燕王和这些 受我恩惠的燕君 举行了一场 盛大而简单的宴会 欢迎我的到来 与时下所推崇的 千千君子不同 燕王是一位 高大魁梧的青年 他一身铁甲 满面风霜 面容粗犷 和士兵们 勾肩搭配的 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身上没有半点 天皇贵胄的 金贵讲究 我是做男儿装扮 以临时商行 少公子的身份 出席宴会的 燕王暗中地 打量着我 我也暗中 打量着他 来来来 林公子 我敬你一杯 朝廷那帮子文官 不是东西 这些年 若不是有您的帮助 大家的日子 可不好过 去年冬天 他们发下的 冬衣薄的根纸式的 多亏有您送来的棉衣 您尝尝这羊肉 这可是从北迪部落 抢来的草原羊 味道可好了 期间不断有人 上前和我打招呼 敬酒 我来这不惧 我看到燕王 看我的目光 从最初的好奇 慢慢地变得复杂起来 别人都以为我是男儿 但我从未对他 隐瞒我的身份 从我决定和燕王 狼狈为奸 的那一刻 我就没想过 要做什么 娇滴滴的大家闺秀 玩乐到深夜 宴会才散去 沈绿邀请我 去他的营帐下榻 我没有拒绝 孤男寡女 同处一世 许姑娘这般淡定 就不怕本王 对你图谋不轨吗 燕王沈绿 慢条丝里地 解着身上的铠甲 我波澜不惊 但人开口 王爷心怀天下 我相信王爷的人品 而且 我也是王爷未来的妻 如今即便真的发生点什么 也无关紧要 不是吗 我与沈绿合作的条件 就是 待沈绿登基称帝后 要娶我为皇后 上一世 为别人做垫脚石 看她风风光光地做皇后 这一次 我也要尝尝这 母仪天下的滋味 我原本以为 许姑娘是能预知未来 所以提前下注 如今看来 倒是与我想的不一样 是我小觑许姑娘了 我曾告诉沈绿 我能在梦中 看见未来 未来 她会谋反 会称帝 作为验证 我给了她一幅烟蒂的铁矿图 其中 几处矿 是后来小皇帝 收回北地 费尽人力物力 才探测到的 哪里不一样 我忽然很好奇 沈绿的话 我在你身上 嗅到了同类的气息 熊熊燃烧的野心 还有掩藏于内心深处的 不甘与仇恨 她凑到我身边 轻柔地抚摸我的脸颊 耳鬓丝磨之间 我能清晰地嗅到 她身上的酒气和杀气 就像是北迪 这肃杀凛冽的风 是啊 就像您怨恨着 先帝的偏心 我笑得娇媚 转身将手指抵在 她的胸口 王爷 我们都不受父母宠爱 我们有同样的怨怼 所以才惺惺相惜 哈哈哈哈 惺惺相惜 本王倒觉得 狼狈为奸 更合适 你我都一样地不孝 不恭 不甘为人做嫁衣 她豪迈地笑了起来 缓住我的腰 搂着我倒在了身后的踏上 让我躺在了她的怀里 头枕着她的膝盖 四目相对 相视而笑 宛如昏君与妖妃 接下来日子 她带我骑马打猎 游遍了燕蒂的大街小巷 我也借助王府的力量 收购到了大批的皮毛 人参等山货 我们的感情 不知不觉间 发生着某种变化 期间我收到地精传来的两个消息 为成章下场科考 落榜 许承辉熟身的那位花魁 怀孕了 在北的驻足了两个月 相对启程归去 沈律来送我 赠给我了一把短剑 他说这是一对鸳鸯剑 是他从北敌那边缴获的 如今此剑送给我 我看着那炳寒光凛冽的短剑 明白了他的心意 我想或许重来一次 老天也愿意施舍我一些好运吧 回到地精 我把从漠北贩运回来的货物 直接倒卖了出去 赚了一笔不小的钱 原本是不该这么顺利的 但在燕王的撮合下 我走了他姑母 兰陵长公主的路子 所以这些东西才得以高价转手 兰陵长公主是宗室的老人 夫家又是一等一的勋爵曹国功夫 借着这一趟交易 我也算搭上了这条线 我让人挑了一些 看着昂贵的礼物给许瑶 许承辉送去 我还吩咐送礼物的人 在许瑶面前 务必要透露下 我和曹国功夫的关系 说我们打得火热 果然 没几日 我那位之前 还因为养胎不能出门的妹妹 就挺着大肚子 殷切地上门来了 许瑶拉着我的手 如以往般 哭得情真意切 阿姐 你去塞外这么久 黑了 也瘦了 阿姐 你不知道 这段时间 我有多担心你 我真真是吃不好 睡不好 还好 阿姐 你平安归来了 真是谢天谢地 你身子重 还是保重好自己才是 前几日我送去的那些皮毛 可还喜欢 以后孩子出生了 用来给他做衣服 最是柔软暖和不过 我温柔和善的童许瑶寒暄 假装看不出他的来意 如今 许家的倾家荡产 都是因为他 他若真是担心我 当初 就不会带着所有钱财出嫁 就不会在我远走漠北的时候 连来送我也不愿意 许瑶 被父母宠得交纵 他从来都是这样 什么都是先顾着自己 你来我往 寒暄了许久 许瑶终于吐露了来意 阿姐 我听说你搭上了蓝领长公主 和曹国公府的路子 不知能不能帮魏狼举荐一二 这一次 他们没被我拆散 又有许瑶那庞大的嫁妆 好吃好喝地供养着 新婚一耳的魏成章 自然是乐不思蜀 本就一般的学问 更是七零八落 科举之路是绝对走不通了 他们自然就惦记上了我的人脉 阿瑶 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 纵然今年落榜了 三年后 再考一回也是无碍的 左右妹夫也还年轻 我说的话是正道 可魏成章跟许瑶却不可能满意 魏狼长说 一寸光阴一寸金 年华正好 就该尽早为国效力才是 如今他也是举人 举人捐官入室 也是常有的事情 阿姐 你既有路子 那就帮帮我们吧 我装作挨不住许瑶的软磨硬炮 答应找关系 举荐魏成章去做官 他这才破题为笑 我又表示这捐官的银子 目前是没有的 这一回许瑶倒是大放得很 连声说回去就把打电的银子给我送来 叮嘱我务必要多费些心思 给他找个好去处 未婚来往的污点 捐官入室的路子 魏成章的名声就彻底坏了 许瑶走后 许成辉又来了 我的这位弟弟说 花魁白蕊娘已经怀了他的孩子 他要娶白蕊娘为妻 许家有祖训 不可娶出身见急的女子为正事 我还没回来的时候 许成辉就和祖佬们闹过几次了 阿姐 蕊娘必须是我的妻 我答应过她明媒正取的 她的名字必须入祖谱 我这位弟弟说的斩钉截铁 祖宗规矩不能坏 阿姐 你是家主 蕊娘能不能进祖谱 不都是你一句话的事吗 你魄力一番又何妨 许成辉不以为然 一番争执之后 我开解她 既然祖宗规矩不允许 不如他分宗出去 另起一脉 如此 族归也就管不到他了 反正许家嫡之 只有我们姐弟三人 我和许瑶都是出嫁女 日后 嫡之的继承人仍然只有他 许成辉想了想 答应了 这自然是我的计谋 他一旦答应分宗 也意味着被我扫地出门 许家再没有嫡子了 想想上辈子 世人称颂智勇双全的少年将军 在看眼前这个万事不通的丸裤子 我忍不住地冷笑 待日后 我名正言顺地 从宗族过继别的男孩 继承嫡脉香火 不知许成辉心中会有几分后悔 拖了曹国公 上下打电一番后 魏成章 以善诗文 通书化的名声 举荐到小皇帝面前 小皇帝对他很是喜欢 直接留在身边 做了奉召汉林 魏成章 是个人尖子 没多久 就得了小皇帝青眼 被赏赐了同进士出身 就任吏部主事 许瑶也欺以芙蓉 的封告密 成了正儿八经的官夫人 此时 他们的孩子出生了 孩子的洗三礼办得盛大 很多人都尚赶着巴结这位 新鲜出炉的帝王宠臣 我以生病为由 打发丫鬟去送礼 丫鬟回来后 跟我说 许瑶那天 很是高调张扬 满头朱翠 花枝招展 一派雍容华丽 我这位商女出身的 长姐派去的人 连她的面都没见着 礼物倒是收下了 狗还不嫌家贫呢 若不是有姑娘的帮扶 她哪里就能风风光光地 做官家夫人了 如今 却嫌弃咱们许家是商骨 真是狗都不如 丫鬟快人快语 她是燕王给我的人 说话素来犀利直爽 姑娘也别恼 总有一天 会让他们后悔的 地精的人还沉浸于歌舞 声平的繁荣以逆中 却不知 北边早已酝酿着一场 疾风咒语 寒冬降临 霍乱将至 许瑶再一次主动找上门来 这次一张口 就是要为我做媒 阿姐 如今成辉 已成家立业 我也嫁为人妻 阿姐也算是完成了娘的叮嘱 该为自己考虑了 我这里有一桩亲事 正是最适合阿姐 不过 不知妹妹要给我 介绍什么人家 我要说的这人 与阿姐你正般配呢 不是别人 就是吏部尚书 张如松张大人 张大人后院清静 官职又高 姐姐你嫁过去 就是堂堂正正的官夫人 许瑶 洋洋洒洒地介绍着 张如松的种种好处 我冷笑 打断了她的话 妹妹你说的般配 就是张大人年过半百 我去给人家 坐地舞房的续弦 一进门就当时多个孩子的县城母亲 许瑶 我带你不薄吧 为了不让你入宫 倾家荡产 四处打电 为了让你风光出家 十里红装 散尽家财 我为你筹谋 护你成长 如今你为了替你夫君 巴结上官 就这么对你的亲姐姐 许瑶被我骂得脸皮发胀 不甘不愿地善笑狡辩 阿姐 你 你别恼 我这也是为你好 你常年抛头露面 能寻个这般 人家 你是我陪上脸面 你 你 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下一刻 晕倒在地 丫鬟端茶进来 阿姐这是生病了 可不关我的事 许瑶神色慌张地起身 扔下这么一句话 匆匆拂袖而去 丫鬟扶我起来 直夸我眼计逼真 是的 晕倒 我装的 只为了跟许瑶撕破脸 日后 她再求上门来 我才能更好地敲鼓吸水 张口提架 她那些丰厚的陪价 一分一毫都出自我手 我自然要拿回来 前世 我身无分文 饥寒交迫的滋味 她此生也总要亲自尝一回 转瞬就是冬至 北边出来了燕王起兵的消息 有钱 有粮 又是身经百战的精兵 燕王沈绿的军队一路长驱直下 大军逼近京城 小皇帝打算迁都的时候 燕王沈绿却停了下来 要求和谈 小皇帝喜不自胜 表示愿意和王叔沈绿 一南一北 平分江山 在小皇帝派出的和谈队伍里 有他最器重的 才思敏捷 能言善辩的魏成章 外人以为燕王并不想和小皇帝兵戈相向 只有我知道 这只是沈绿的拖延之计 一来为了麻痹朝廷 二来也是我拜托沈绿帮忙的一部分 上一世魏成章 为我罗知罪名 参奏我七行罢事 谋取暴力 这次我就要让和谈大计毁于他手 叫他也背负一次天下骂名 宴会之上 天子敬臣魏成章刺杀燕王 魏遂被乱剑穿身而亡 燕王直言皇帝心口不一 言而无信 并禁止挥兵直奔京城而来 魏成章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魏平息众怒 小皇帝将魏成章隔处官职 举家下狱 我那位欺平芙蓉的妹妹许瑶 从牢里托人带口信给我 让我想办法救她 我当然要救她 于是我花光了许瑶所有的陪嫁 他们的儿子 在牢里染了风寒 不治而亡 许瑶丧夫丧子 又加寿惊过度 出狱后就一病不起 数日之后 燕王兵临城下 城破之日 地经一片兵荒马乱 小皇帝在宫中自焚 火光冲天 映红了半个京城 再然后 就是燕王肃清朝堂 安抚百姓 登基称帝 或许是出身行武 或许是有意节俭 燕王只让人挑了个良辰吉日 去宗庙里祭拜了祖宗 接着回宫换了身皇帝礼服 就算正式登基了 总共耗时一个下午 当天夜里 这位新鲜出炉的帝王 乔中打扮 翻墙跨院 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夜行衣 左手拎着一包糕点 右手拎着两只烤猪蹄 哼着小曲 神采飞扬 来来来 速速 快来尝尝这御膳房的山河设计膏 只有皇帝登基的时候 才做一回 可难得了 今天宫宴上 下面的兄弟们 吃了都说好 总共也就挤盘 我特地给你留了一份 还有这猪蹄 我自己烤的 用的是祭祖宗的猪脚 本来那猪是要供在太妙的 可我觉得祖宗看一眼 吃个胃就行了 肉白白放着 也是浪费 不如大家一起分了 沾沾服气 看着沈绿献宝般的 把东西递到我面前 义父等着我夸奖他的模样 我怎么都觉得 他那明亮的眼睛里面 透露着一种清澈的愚蠢 我笑了出来 也只有沈绿 也只有真正挨过苦 受过冻 百无禁忌的他 才能做出这样 混不吝的事情来 这样吊耳郎当 放荡不羁的沈绿 与我初见时的那个燕王 大相径庭 或许 这才是他真正的样子 皇上倒是好兴致 就不怕事情暴露了 御史们参奏上见吗 我调侃 沈绿白白手 满不在乎 呵 我还怕他们一群吊书带的 小皇帝 就是被文官们忽悠没的 我可是马背上得的天下 有他们一群文人 智慧的地方 爱干干 不干滚 我如今是皇帝 天下多的是 想给我当官的读书人 陛下对文官的态度 可真敷衍 放心 这是对他们 我们是患难与共 的情义 又是心有灵犀的夫妻 日后 对你 我绝不敷衍 我们的婚事 我保证办得比我登基还隆重 他信誓旦旦 我们喝着酒 聊着天 后面沈绿拉着 我的手 非要给我项面 他说 这是他从前的军师 如今的丞相心学的手艺 然后 他就指着我们 都有些扁平的额头说 这叫父母公低限 就是我们都亲情原薄 不受父母宠爱的证据 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是啊 我们都一样不受父母喜欢 都被当做了棋子 可是 我们终究通过自己的方式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他好像醉了 不停地问着我 速速 我会做一个好父亲的 你也会是一个好母亲的 对不对 我们日后不会成为我们父母 那样的父母的 对吧 我每问一次 我都会点头 沈绿赶在鸡教时 纵马归去 折腾了大半夜 我刚刚睡下没一会 天就亮了 丫鬟进来告诉我 说是许瑶闹起来了 我赶过去的时候 许瑶正披头散发 面色苍白地坐在床上 她手里握着一把剪刀 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 丫鬟们谁都不敢靠近她 我一过去 她就猛然抱住我 嚎啕大哭 从许瑶语无伦次的讲解里 我终于明白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知是受了什么刺激 许瑶竟然梦到了 上辈子的一些事情 阿姐 我是皇后 我才是皇后 对不对 阿姐 我只有你了 你要帮我 你不能不管我 她哭得十分厉害 我拍着她的背 轻轻勾起嘴角 你病了 睡糊涂了 那只是一个梦罢了 我会让你好好养好病 然后将梦里 我的结局送给你 沈绿册封我为皇后的圣旨 传到家里的那一天 许瑶的病也痊愈了 许瑶撒着娇 问我成婚后 能不能带她去宫里 从她那比我还激动兴奋的眼神里 我看到了她的野心 大概是梦到了上辈子做皇后的风光 许瑶又起了些不该起的心思 不过 她注定是不会如意的 我把一个破包袱 和几粒碎银子 扔到她面前 阿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她瞪大双眼 假作毫不惊慌 此时天寒地冻 正下着雪 我温和地笑了 凑近她耳畔低语 拿着吧 这些都是你的 去赎罪吧 我的好妹妹 去赎罪吧 我的好姐姐 这是上辈子 她驱赶我出京城时 说的话 如今 我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许瑶想挣扎 却被几个手脚利落的婆子 拖下去了 时光飞逝 年关将至 沈绿并没有在宫中 大肆百艳 而是腊月十八 带领文武百官 祭拜过太庙后 就罢朝放假 各回个家 许瑶死讯传来的时候 我们正懒洋洋地 窝在屋里 围炉而坐 吃烤红薯 是的 一对不讲究的 地后的日子 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且有趣 回报消息的人说 是在成交一座 废弃的寒窑里 发现许瑶的 她的身体已经僵硬 是饥寒交迫而死 几个和她同住 一个屋檐下 抢走了她食物 和衣物的乞丐说 许瑶之前 一直疯癫地念叨 这自己是皇后 骂狼子野心的姐姐 抢走了她的荣光 她忘记了 她上辈子的荣光 本就是我给予她的 许成辉没死 但是白蕊娘卷着银子 带着肩夫跑了 她依靠着邻居的 施舍过活 整日戒酒交仇 骂骂咧咧 当初地精成破 白蕊娘就卷钱 跑路过一次 后来得知 我成为了皇后 她又回到了 许成辉的身边 没想到 我压根不认 许成辉这个 另起一脉的弟弟 还直接过见了 族中孩子 继承许家 嫡之香火 白蕊娘等了一段时间 见眉指望 于是 这次又跑了 你别总关注 那些外人啊 你看看你的枕边人 好不好 审率吃味的都呢 好好好 那最甜美的这节烤红薯 给我们日理万机的陛下 好不好 我说着 掰了一节 黄灿灿的甜心红薯 塞她嘴里 辞旧迎新 灯火温暖 正良辰好景 夙愿得偿 良人在侧 正烟火人间 来吧 適人在 别人在